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广西遭遇特大暴雨,街道成河,水深至胸部 5月19日凌晨,广西南宁降下特大暴雨,南宁大面积被淹 有居民表示,20年没见得严重内涝 广西的城市街道变成河流,被淹没的汽车比比皆是 网上发布的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 南宁市秀田路溪积水已达约1.4米,达到一般成年人的胸部及以上位置 有的地区水深更高,暴雨在持续,水位恐再增高 南宁市秀田路溪积水约1.4米 当地民众发布的一些现场照片和视频显示 南宁市秀田路溪积水严重,十多辆车被淹,水位最深达1.4米左右 而其他地区有的水位则更高 有南宁网友表示,5月19日凌晨,南宁的这场大暴雨 造成南宁大面积内涝 很多车主还不知道自己的爱车已经泡在海里 住了20年没见过这样严重的内涝 不少当地民众表示,这是南宁市今年第二次发生暴雨的现象 并再次痛斥当地的排水系统实在差劲 大雨还在继续,水位会进一步增高,内涝面积会进一步扩大 大家应尽可能把车停到地势相对高的位置,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 一名网友拍到路上一名上早班的女生骑电动车不小心摔倒 结果电动车被冲走 临街的商户的老板们害怕积水将女生带到危险位置 纷纷呼喊女生扔掉电动车 视频中,女生似乎不愿意放弃电动车,想用尽全力将电动车拉回来 由于拍摄的视频太短,没能看到最后的结果怎样 市民砸墙放积水 综合多家路媒报道,5月19日凌晨,南宁倾盆大雨伴随着电闪雷鸣一起到来 民众对轰隆隆的雷声惊醒 很多早上出门的人发现家附近的道路已经积水严重,无法出行 同时也有不少人被积水困在路上 南宁市望州路,积水较深,有车辆被淹 明秀北湖路口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都被积水覆盖 一下水道不停往上冒水 南宁市贵雅路,积水严重 由于小区内积水严重 如果水流不排出的话,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于是,移市民无奈选择砸墙放水 被淹没在隧道里面的车司机则极力调整方向盘 想将车子开出来 广西暴雨与强迫记录 根据气象部门统计,5月19日30以来 南宁市的暴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 市区出现多处积水 清秀区西明丽礁、翠竹路、云景路、新宁区秀田路尾 河坡路、西乡堂区有埃立交、北湖北路等区域 已被交通管制 肖乡陈报报导 19日南宁市内最大雨墙超过了1小时100毫米 而青州、青南龙门港整点1小时雨量189.6毫米 滑动60分钟雨量204.7毫米 打破广西全区雨墙记录 此外,滑动60分钟雨量超过了郑州720特大暴雨的 整点1小时雨量滑动60分钟雨量 据广西气象消息 18日白天到19日早上 贵北、贵中和沿海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青州、房城港、南宁市有特大暴雨 青州市青南区龙门港镇24小时累计雨量610.5毫米 打破青州市历史记录 该镇19日30路得的1小时降雨189.6毫米 打破广西小时雨量历史记录 预计19日贵东和沿海地区仍有大暴雨 局地降雨量大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夏宇综合报道 F-35全球受签架为何中共兼20华人问津 F-35闪电二隐形战机是美国战斗机工程和技术的巅峰之作 今年2月 第一千架F-35战斗机已经完成了建造工作 即将交付给客户 在F-35在全球如此热销的同时 中共战机的弱点也在现代战斗机市场被曝光 F-35闪电二战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备夷系统公司诺斯罗普 格鲁曼公司合作设计和制造于2016年投入使用 作为第五代战机中的佼佼者之一 F-35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世界各地军队的青睐 作为第五代战斗机 F-35闪电二具有前几代飞机所不具备的隐身性 高机动性和超级巡航等功能 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多功能武器有效载荷 最多可携带18000磅弹药 基于世界局势的变化 F-35的产量还会继续上升 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装备F-35 使用F-35战机的最大客户是日本 欧洲方面也是大户 有很多国家都在准备更换F-35战机 美军计划到2044年时服役的F-35总数 将达到2456架 在F-35生产计划初期时 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认为 这款战斗机最终会出售5000余架 另一方面 尽管中共费力增加歼20等战机的生产 但在国际市场上与主要竞争对手相比 中共战机规模较小 现代化程度也较低 虽然中共的歼20价格便宜 但目前仅由中共空军驾驶 缺乏可靠记录 潜在买家因而变得谨慎 因为他们更喜欢来自拥有U9成功军用飞机 开发和部署历史的国家生产的 经过验证的战机 尽管中共大力发展飞机工业 但对这些现代中共战斗机的需求却很低 勇士马文刊文说 对中共战机的需求不足 可归因于三个主要因素 质量 价格和政治影响 对战机来说 开发和生产可靠 高性能的喷气发动机 是一项极其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需要先进的技术 专业的知识和多年的研究和开发 不幸的是 中共生产的发动机比俄罗斯的更昂贵 那些与俄罗斯有长期关系的买家 更有可能选择更便宜 更可靠的俄制发动机 而不是更昂贵 未经验证的中国发动机 政治影响力 在战斗机销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战斗机市场 不仅关乎质量和成本 还关乎长达数十年的伙伴关系 和政治联系 在这个舞台上 中共一直举步维艰 特别是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 使其与菲律宾和印度等潜在买家的关系 变得紧张 中共外交政策和军售战略 是各国放弃购买中国产战斗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北约盟国 特别是美国反对下 土耳其取消了与中国一项 价值40亿美元的高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协议 据F35联合项目办公室称 截至今年年初 闪电二仪累计飞行超过77.3万小时 总出动达46.9万架次 而这款隐形战斗机 现已经或将被超过70个国家使用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